你有没有去过武汉 没有 我去过武汉两次 武汉是一座英雄的城市 那里曾经出过一个英雄 他叫黄鹤 武汉的人民为了纪念他 为了造了一座黄鹤楼 黄鹤楼的最上面 也有一首纪念黄鹤楼的诗 西人已成黄鹤去 此地空于黄鹤楼 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代空于鹤 多谢黄长老 这笔刻起来黄鹤摸到了 黄鹤的四目三对 我们只谈黄鹤不谈其他 磕这一批要另批西进你知道吗 不要官方给你磕什么 你就磕什么 要自己磕才有自由味 有自己的想法好了 OK 你磕了 你闭嘴 不想听你谈黄鹤 我们不谈黄鹤 我们谈正式 你知道为什么我都磕黄鹤 好磕啊 你看黄鹤的眼睛 哽啽啽啽的 有的来后宫 里面是这个男的感觉挺帅 挺帅的 随便打冷静 我们自己人 两人一起仰望行空 有没有CB感 没有 慈母相对 你放过他好不好 不灵病病的眼神 还有一对酒 这温柔的语气 都不磕到磕成了 官方CB 你不磕 你怎么磕这么 边边角角的 官方没有他感情争执 因为他心思细腻 真细腻 我说他是该帮最帅的男人 没毛病吗 这个我承认 你不能跟人家换穿衣服吗 真的 恐怖难的 一直套着麻袋 到时候我去跟高丛调事情 你们两个帮我保护好神圣 等我把高丛弄死 让神圣做武林盟主 是吧 他到时候 他会踩着七彩祥云来娶我 到时候 我会奖励你们两个 一人一套新衣服 再给你们装个一只 太山派 我黄大老真是光台招人了 柳叶完美樱桃口 我一见就红身发抖 王老师你赶紧把我身份证 打在公里上好了呀 不要磕我 我没有身份证 我黑户子 王长老 你说呢 王长老说我不想说 我很心切 我不想说 我很纯洁 可惜是我不能 解决心中的感觉 在你心目中 完美无瑕 他要花样 王长老跳斗牛舞的人 鼓上的 大家跟我一起来 跟着我的节拍 你看就是个营销号 带节奏的 营销号 斗牛舞 叫他响应黄大老吗 叫他黄大老 give me a hug 给我一个拥抱的 黄大老就演着去死 你发现 黄大老其实有点男生女相 过去有句话叫什么呢 叫什么 叫颠倒乾坤掌权柄 男生女相富贵命 那黄大老就属于那种 外表俊美 是吧 内心刚一的 敢于挑战武林恶霸 高崇是不是 恶霸 黄大老 他是没遇到晋王的呢 又有晋王 跟晋王结了婚 晋王还抢什么流利家 是吧 直接做皇帝 对不对 黄大老就年纪大一点 其他有什么 是不是 南大三 报金砖 南大三十 宋江山 南大三千 威脸先班 在哪找的 长得瘦的 全在后面 做群演 我前面站的 脸大的 胖的 没脖子的 这是这句的特点 我说的一点都不讲 为了镜头好看 你知道吧 你确定这样好看 除了黄大老 风神俊秀的 把他放在前面 我看了 他手一挥起来 黄大老说 你妈的 我生的是一个手指 你把我四个手指 去划那儿去了 莫名其妙的 说话拿起来 挥手 你看高通 你见了真的 把那四个手指 划了他 挤了一个手指 看没 人家都是一个手指 他给我一整黄大老 这么 一遍到后 第一次受到重大挫折 他们全是黄大老的血 每一盘全是黄大老的血 黄大老是哑黄龟的 心都坏了 是吗 给我心都坏了 细节满花 他四个手指 全部是血痕 看你们 是的呀 只要是你的黄大老 都是满分 你这黄大老是毒为 你这个就过分了 好吧 我只是说 具细节满分 我没有夸黄大老 你过分我过分 我只是 关他关他 关他比较仔细而已 好吧 好的好的 你看黄大老也是 大致愤怒的多数 对对对 我稍微关注一点 怎么了 OK OK 这集应该是 名场面 先让你们看 什么风小风了 什么剧精棒了 什么剑跟剑俏了 不是 没有 要不是黄大老 这集真的看不下去 真的 好歹有个颜值单单 颜值单单 你那不是神圣吗 神圣这种颜值 黄大老的名字 你这个是 你是爱黄 独为 老无常啊 老无常 你听见没 他说人家是老无常 人家年老次出来 就说人家是老无常 的那是 不过坏事过来的时候 人家真的老就不美了 你看人家黄大老 是不是 最美不过西洋红 温馨又从容 西洋是玩开的花 西洋是沉淀的酒 好像这赚的挺帅的 不是提神 不是提神 盖帮有家人 盖帮有家人 绝世而独立 一顾亲人城 再顾亲人国 红了 红了 你妈给黄大老客头 那你以后就算做了武林盟主 又怎么样子呢 你还不是比我黄大老矮一头 其实黄大老他不觉得懵逼吗 懵逼什么呀 他把牵线挑途 搞了半天事情都不是他做的 他就是过来挑适的 距离怎么发展 不管 因为那些背后一些陰险的事情都不是他做的 他这个思维在他们不羞愧吗 哈哈哈哈 我黄大老要致敬退啊 你居然递死他了 你居然利益呢 我提他着想 留一家人他手上我 我怕他吃个屋神 哈哈哈哈 黄长老 哈哈哈哈 在街头的时候 哈哈哈哈 我看我黄大老欲速临峰 气宇鲜昂 没有背骨啊 你怎么像 绿罗宫站在我们黄大老面前 这一笔是吧 哈哈哈哈 飞机上钓鱼 差远啊 哈哈哈哈 去之年啊 好吧 去之年 你拉财 黑白两道追杀我 哎呀 我黄大老这是 虎落平洋被全息 龙游浅滩 遭下戏 落了毛的凤凰 不如鸡 哈哈哈哈 人照进这种货色是吧 都敢跟我黄大老掉板 哎呀 这是大事所需啊 黄大老摘定了 哈哈哈哈 也是这孙子 哦黄大老真的至少大姐 真的 我大现在我都没猜出来 母后黑头是招进 那么夫妻拼了招 呀 我的头呢 没必要 连四季都拆一脚 还是没人拆的 你你拆出来的吗 你不是看到大街巨 你拆出来到中午坏人吗 黄大老在前26亿 都拆出来了 哈哈哈哈 你不要说黄大老的演员气质是真的 哈 照进 无为拿流离 这种灵魂的命运 可能很猥处 你知道吗 哈哈哈哈 仅仅可以跟竹棍 就比较出不同的情感层次 一起去做 哈哈哈哈 那很像那 举手突如是吧 他的流离 我爱像他这个年纪 那种气质 我真的 我大自身足矣 不往来一回人知 你看没有 地震言词 说得桃龙六六是吧 怀疑人生是吧 就开始自我反省了 哈哈哈哈 可怜的邪魔之身 哈哈哈哈 黄大老可以啊 黄大老居然还认识曹卫宁呢 怎么了 我黄大老真的多文强制 我都不知道这个人叫什么 哈哈哈哈 黄大老居然能认识他 一口还是他的名字是吧 一直叫他就某剑派少侠 是我只知道他就某剑派少侠 黄大老跟曹卫宁都没什么交集 他就来演的认识曹卫宁了 哎呀 厉呀厉呀厉呀 黄大林一级力这么好 哈哈哈哈 你害得他说是白的 你口压力 黄大老怎么 跟着对老顾伙打起来呢 我突然系上短路了 哈哈哈哈 黄大老呢 黄大老看我去吧 已经被我们打死了 黄大老没了 你跟我走 这是什么没啊 哈哈哈哈 我来就走 小子一起走 你快走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这他妈在过了三秒钟 黄大老没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哈哈 你妈在上房上报纸里 胡闹鬼了 这就死了 哈哈哈哈哈哈 你就是最尴尬的 在这个地方 这万人不就死了 哈哈哈哈 我的妈 哈哈哈哈 你甚至不愿意 放一个黄大老死过镜了 哈哈哈哈哈哈 黄大老视频拿 黄大老视频在等的 哈哈哈哈 稍微那个 打 我上个人生嘛 那我倒又要死你了 他死不死光了屁事 原来是黄大老在哪 你这样没喷 真的是绝了 有什么好够的 黄大老死了 你知道什么要心无死灰 哈哈哈哈 你好嘞 你黄大老 就觉得死了什么 还不够 我认识他们现在说什么 眼神我都没看 我在理了 为什么会死 你搞不来 我生不过来的 什么 黄大老这个死太尴尬了 什么 你接受不了什么 无法接受 真的无法接受 哈哈哈哈 搞得我信仰低落 哈哈哈哈 刚才没多猛夸夸人就没了 哈哈哈哈哈哈 感觉连尽量都没给一个 应该是没死 你同黄大老跟黄大老 交情的话 我应该不会吓死出来 哈哈哈 走啊 我也 哈哈哈 走我行的 没事没事 你黄大老的日常肯定是假死 嗯 装死 哈哈哈 黄大老你被我们打死了 哈哈哈 快去吧 伤心了 伤心了 嘿 是黄大老主持了证 怎么是黄大老主持了证 人家死了 你还不灭人家 哈哈哈 死了就往人家黄大老身上背锅是吧 所以 高安连尼人们也非常有问题啊 哈哈哈 你真的还帮助了 黄大老想欺负我 把这句把这句批掉 他把我找 直到我没看见 谁让黄大老欺负我了 他说 人生不满是吧 哈哈哈 说明黄大老 你一大战胜利好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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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大老无非改模你 哈哈哈 身当作人 你也死意为鬼 哈哈哈 哈哈哈 你现在让我怀疑你的人品了 哈哈哈 哈哈哈 就这么莫名其妙的死了 哈哈哈 哈哈哈 黄大老你是我心中永远的痛啊 哈哈哈 来世在与你相应啊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死定就不一样尴尬了 哈哈哈 我没有黄大老的第一集 想他想他想他想死他了 哈哈哈 你有毛病啊 这个狗是不是黄大老转世 不是 我吃就留给我 这个也蛮好的啊 哈哈哈 你过分了 因为狗都开始吹了 用纯洁的眼神 展现出对世俗的无奈 哈哈哈 因为哼唧哼唧的声音 表达对黑暗势力的反抗 哈哈哈 哈哈哈 你没发现这个真一国是个小母狗啊 哈哈 你这都看出来了 早点是有毛一毛 我刚说这个是黄大老转世的 结果一给我弄个小母狗来 哈哈哈 直接从源头上就掐断了 哈哈哈 你看这部剧的设定就是照进了 岳奉是观察室 观察室 观察室现在成为书记的 哦 包括之前出现的什么节度室 嗯 这个时间的节点应该是在后唐 我宋朝期间 中间五代十国嘛 五代十国嘛 五代十国的时候 我们中国的南方有一个国家 叫什么 叫南汉 就在现在的广东广西一代你知道吗 他之前不说西二是小南蛮吗 哦 这个国家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叫太监王朝 哈哈哈 就是整个朝廷上下有两万多个太监 上到宰相下到捕坏 全部都是太监 满 因为皇帝相信只有太监才会认真帮他办事 嗯 心里只有皇帝一个人 嗯 不会说想的有什么七二老小的牵绊 你知道吧 所以我非常怀疑这个西二这个组织啊 嗯 很有可能就是太监王朝里出来的一个人 哈哈哈 可以可以 南汉最后一个皇帝叫刘嫂 这皇帝非常有意思 怎么了 荒淫无度 哈哈哈 他有一次到公安处儿 在街上看见一个来波斯来的女的 嗯 又黑又胖的女的 波斯不是美女吗 美国家的与首位的 真是色心大喜 然后就把这个女的带回皇宫 色心大喜 然后过完夜之后是吧 嗯 宠爱的不行了 给这个波斯女的改个名字 你知道吧 嗯 叫魅猪 哈哈哈 甚至要撤离这个女的皇后 天 然后同时到后宫里挑了九个女人 嗯 分别次名叫 魅羊 魅狗 魅驴 哈哈哈 然后合成十魅 你说 九魅 他怎么鬼 然后很快 南汉就被宋朝给灭掉了 这是很正常的 关键这个皇帝他还没死 哦 宋朝的将领要杀他 你知道吧 嗯 他普通上我对他一跪 他说真的不关我事 我从小就做皇帝了 哪是朝政的是这帮奸臣 哈哈哈 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我只是个傀儡 哈哈哈 然后人家真饶了他你知道吧 甚至还封他做了王 这么爽啊 是的 我甚至怀疑这个人就是晋王 哈哈哈 晋王在北方就吸引了就是说这别人 创造了尖创组织 嗯 而南方的这个毒蟹组织 嗯 实际上还是他的人 哦 他是安插战 武蒙赵静手里下的 哦 目的就是帮他窃取一个立甲 打开武库 嗯 估计这个武库里面应该有好多的什么精英猪把啊 我的类似于手募木医书一样的 得死至宝者可得天下里面 哈哈哈 最后大结局就是温州跟赵静以及毒蟹打仗 嗯 双方打到残局 哈哈哈 温州历劫瘫倒在地 这个时候金王隆重出场是吧 然后军心就开始反转 然后谢尔就杀了赵静 温克勤说出了刘立甲钥匙的下落 金王看在过去跟赵静手的分上 哈哈哈 方温州还有陈令 还有阿湘 乖到四级山庄一样天脸 哈哈哈 哈哈哈 然后下面就是金王 带着谢尔王这匹大地人马去 围剿清风派 抢刘立甲 哈哈哈 然后混乱是吧 打到残局 哈哈哈 哈哈哈 这时候无常规带着大地人马 问中桌边哈哈哈 哈哈哈 无常规 得到了五块琉璃甲 成为最后赢家 在鬼谷 新王登基 哈哈哈 这时候剧情又反转了 又反转了 这时候新任的武林盟主 黄张老 哈哈哈 哈哈哈 黄张老 什么什么武林盟主的 哈哈 以他的为王他不是武林盟主吗 哈哈哈 然后黄张老手持三合令 带着叶白衣和武林人士来了 哈哈哈 原来高宗死的时候 三合令落入了开帮人的手中 是这样的 一般一被逼无奈是吧 哈哈哈 就跟着黄张老来剿灭鬼谷 哈哈哈 被逼无奈 哈哈哈 然后呢 最后黄张老就成为对大赢家了呀 黄张老打开武库 打开武库的一刹那 嗯 突然有一柄剑 啪了一声 穿过黄张老的后背 然后黄张老扭头一看 嗯 哈哈哈 哈哈哈 两个人是虾也相杀呀 然后最后就是黄张老 惨然一笑是吧 哈哈哈 倒在了神圣的怀里 闭上了眼睛 然后呢 大结局呢 哈哈哈 你要不要再给你反短一下 是吧 黄张老躺在神圣的怀里 嗯 突然一口咬在神圣的脖子上 哈哈哈 夫妻生而同庆死而同圈 哈哈哈 哈哈哈 你够了 哈哈哈 主角去哪呢 主角回忆养老就没有了 胡亨一生落七八糟的 什么落七八糟的 我愿意推黄张老为主角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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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强行把它化为主角 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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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了 主角半路就没了 然后一包浆雾炸鱼 真的我也不知道是为什么 反正最后结果就是 对黄奈花上位 黄奈老死的时候 还给他配个BGM 什么BGM 花开早 他死的时候 这么开心的事情 花开早 花开早 然后是什么 天之小 天之小 天猫飞飞 一路走进 飞不上 人去留 我完了